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开箱这个主题 iPad就是进行特价了 前天买的话今天就收到了 其实还蛮快 大概就是两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拿到他们的货 那我就觉得网拍买的好处就是 你不用特别花时间跑去门市逛街 慢慢在网路上就是滑滑滑 也可以减少你冲动购物的欲望 那我这次买的商品呢 最主要都是以秋天或春天可以穿的为主 因为今年真的是暖冬 所以我不考虑买任何冬装 第一件就是我今天迫不及待一开箱 马上立刻穿的 高颗子女生穿的大概就在膝盖附近 一般的iPhone Plus 它就可以完全塞进去的哦 不会露出来 这口袋是真的很深 因为我觉得穿这种中长娘装还是要稍微有点腰身的感觉 今年流行的爆纹元素 然后又是腰带 可以绑在中间 而且它腰带本身是蛮长的 就看你比较喜欢这种垂坠度的 还是你喜欢上面绑个蝴蝶级都可以 我就是看个人的喜好 它这个爆纹的质感 我觉得还蛮好的丝巾材质 所以摸起来就是滑滑的 所以触感还不错 如果到时候你们觉得不流行呢 就可以把中间爆纹的丝巾剪掉 它虽然旁边这里有稍微缝起来 用小颈刀剪它就会掉下来 所以可以不用怕 但至于这种圆顶 有些会害怕说它会不会感觉很小 好像头套不进去 我觉得不用怕 因为它本身是有弹性的哦 整件都是有弹性 所以穿起来跟拖起来 我觉得都是OK的 再来介绍下个单品呢 就是我有购入一个小包 因为我是觉得带小包比较没有负担 但它本身的长度没有很长哦 它旁边可以调整高度 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 跟自己喜欢的喜好去做调整 脱起来的感觉是有点偏软 虽然包包看起来很小 可是它放手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 因为它有夹层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分类的 然后再来是前面的部分 我想说就放皮夹好了 我放我的断颊 口红 嗯 这样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的钥匙跟我一样 是这么夸张大的话 放不进去 但是如果你是把它拆下来的 像这种三支的话 我放进去看看 也是可以耶 所以这个小包是真的还算是 比想象中的能塞 就是像手机口红 像我刚刚放的那些东西 是完全放进去的哦 尤其像今年真的很流行 都小放 如果你不太喜欢带腰包的话 你就可以买像这种小包 然后侧肩背 接下来下一件衣服呢 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 它是一件爆纹的 比较厚颜的雪纺的衬衫 它有几个今年还蛮流行的元素 就是像袖口这部分 它不是做那种完全合身的衬衫 有点泡泡的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就还蛮可爱的 本身就是完全是短板的衬衫 你看拉出来就这么短 所以我觉得这件上衣 非常非常适合下面搭高腰裤 或者是高腰裙 可以完全扣到最上面的哦 它本身花纹的感觉 我是还蛮喜欢的 它不是那种很大很大的点点 小小小小拼接起来的 如果说你怕这样穿太高调的话 其实外面就可以搭一件外套 综合它的感觉 那再来下一个就是这个包包咯 中款型的包包 跟我刚刚上一个介绍 那个小包包感觉不太一样 真的比较中款的 有个压克力的爆纹图案 打开以后这边有附链子哦 那如果你是想要肩背的话 它里面的背带也是可以拿出来 它不是那种硬挺的包包 是做软软的 这个包包大小就是还蛮实大 自拍放我觉得都是可以放进去的 大小真的很大 好了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影片 记得按个喜欢 也可以把影片分享出去 记得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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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